里面有一万五千吨佛像 一万五千吨啊 那它不是我们最小的佛像 因为它每个佛像有四名 我们最小的在前面的莲花洞 每个造像还特别 那上面呢 有一个莲花的一个前标啊 上面写有 大尖摇神表 内道场至于禅师 大唐永荣年间一万五千吨 就它大唐永荣年间开早的 然后佛像呢有一万五千吨 主持修建呢 就是我们大尖摇神表 大尖呢是一个官位啊 内道场至运禅师 对当时主持修建的一个德道高僧 叫至运啊 它的两个在这里主持修建的 那着重讲一下啊 在门口呢 有一堆很小的观音啊 号称东方的维纳斯 因为这个造像呢 它在唐朝时期 已经非常复合我们现代的一个审美 它呢比例非常好 九头身 那一手呢是拿着镜瓶 一手是拿扶尘 大家可以在门口啊 就在历史旁边非常小的一个 大家可以找一下啊 那这一尊佛像呢 是我们大陆有一个名人 梅兰邦 估计大师 大家应该有听过啊 他当时创造洛神父的时候 因为没有灵感 就来到了这里 在这里看了三天三夜 以这尊小的观音为原型 创造了我们的洛神父 那么偏弱金虹 脚弱游龙对不对 就以他为原型 那里面呢就排列的有 一万五千尊密密麻麻的啊 大家可以上去看 看完之后下来找我 就在那里面观众 那边在这边赚尽了 那边是 mama的 我客气 那边 这边 那边 我客气 我客气